你好,欢迎收看10月1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,我是路易贵 为了鼓励青少年参加客家事务,也串联青年力量传承发扬客家文化 花联县政府特别成立的客家青年服务队15号特别举行的授旗典礼 一事是由现场徐政卫授旗给客家青年服务队代表于成宣 象征着客家后生人承接起客家文化传承之使命 现场徐政卫长期关心客家文化传承以及客中的发展 特别表示,花联客家庄文化相当丰富多彩 具有深厚的历史和传承文化 而客家后生人的加入将客家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他们不仅学习和传承老一辈的智慧 还将其融入现代生活 跟我们的孩子,跟我们的孙子尝试的说客家话 用生活心的客家话,我想能听未来就慢慢能说 能是能说阿斯帆某,相乱 现在这样讲得很好耶,掌声 对,这些很清楚的我想让孩子们能够慢慢的去学习 我想这就是我们实践在说客语 以及说我们的族群的语言融入在生活当中 客家青年服务队成员 持续一堂,心怀共同的志向 以促进客家文化的繁荣和传承为己任 积极参与客装服务以及客家事务 客家青年服务队的成立 象征者花园新政府对客家文化的检定信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